我在这路边看见别人扔了三只很可怜的小狗在这里 总的是三只有一只已经饿死掉了 还有两只会冻的 我得救他一下呀 我去买了一个盆来 我把它带走吧 带到前面买点牛来给他喝一下 这必须得救呀 看好可怜的 看这太可怜了 不不不 已经不行了 这里没有牛来 我去那边买回来 他肯定死掉了 人这么小 我也救不了你呀 我问了那老板 说生在这里好几天了 先把它装到我的小盆里吧 带走吧 尽力就好 到前面去买点牛来给他吃吧 哎呀 别挣扎了啊 我买了个框 走吧 别动啊 你看我去自行车的我也没着啊 这家伙就一点良心不讲的嘛 别人扔了 别人扔在那里了 有一只有一只都死掉了 扔了是别人不要了 对 这只得了 这只得了 我刚买的 我在那买的 要不要挖的 我刚过来就遇见这个大哥 嗯 他如果要的话我就给他吧 他正在打电话给他家里人 让他来拿走吧 这样子也好啊 现在真的等这个大哥的家里人过来拿吧 把他带走也好 嗯 这 呃 好可怜的 这 这等到死命了 对 死命 来来来来 我看见我说我也看见了 你得纠缠一下 这个点也够了 给你了 给你了 好 几块钱 我说 好 睡了 哈哈哈哈 你不照点火了 那去好好养他一样啊 我在这里 他扔三只在那里有一次已经死掉了 然后我 这是什么频道的 我不是我骑车吧 我也没 我我骑自行车去西藏的 我也不好带 就交给你了大姐啊 你这是你在西藏那边带回来的 不是我在这路面看着 别人扔在这里的 我捡了吗 我不好带 我是想救他一下 然后我也没办法 所以说 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好不好 好 一定交给你 咱们加个微信 到时候我看他 人们长多了 你给我联系一下就行的 你回去啊 你搞点牛奶 这个我们的屋里有专门人 喂他的表情 照顾好他 要不然两条生命 这个挺可怜的 你扫我就行了 到时候我看他怎么成长的 你先搞点牛奶 给他吃一下 然后这长两天就行了 哦 我喜欢贵狗的 喜欢他去看 走了 拜拜 你找到主人了 再见 嘿 好 好 再见啊 大家 照顾好他啊 好 再见 这心里踏实了 这下 哎呀 两只很可爱的小狗哥 我已经交给那个美女了 我希望他替我照顾好他吧 有的网友肯定会说 那你为什么不收养他 其实真的没办法 因为他太小了 就刚出生吧 啥东西都还不会吃 得吃牛奶 因为我骑行在路上嘛 很多时候是不方便的 买东西也不方便 但是吧 我已经经历了啊 我交给那个美女的话 希望他替我照顾好他就行了 我觉得人啊 不管做什么事啊 就是经历就好 问心无愧吧 我感觉我已经经历了啊 我心里也很踏实 我就继续沿着318国道 一直骑到西藏啊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